中新网8月15日电演员黄晓明15日凌晨在微博就黄晓明卷入操控18亿股票案,黄晓明组团操控长生制药等新闻报道发表声明,声明趁相关报道不实,本人从未参与任何股票操控,并与长生生物毫无关系。 有关黄晓明组团操控长生制药等消息是谣言,同时表示本次事件是由李台不谨慎所导致。 以下未声明原文,黄晓明声明就黄晓明卷入操控18亿股票案,黄晓明组团操控长生制药等不实新闻报道,本人澄清如下。 1.7月3日,证监会就高永案已作出处罚决定书,本人没有参与任何股票操控。 证监会已于2018年7月3日就高永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,处罚内容如下。 高永通过实际操控16个账户操控股票,证监会决定没收高永违法所得897、387、345、82元,并处已罚款897、387、345、82元。 所谓黄晓明操控18亿纯属谣言,本人从未参与任何股票操控。 2.我再次强调,本人不认识高永,只是委托陆某理财本人股票账户开立后由母亲代为管理。 我母亲将账户委托给陆某代为理财,经由陆某介绍转委托给高永管理。 高永账户组所从事涉案交易,由高永决策,我与我母亲没有参与操控股票。 3.本人从未参与过长生生物,股票投资。 2014年第三季度,本人委托陆某进行理财的账户曾投资过黄海机械并在当季度退出。 而黄海机械2015年才被借壳,2016年才更名为长生生物。 故本人与长生生物毫无关系,有关黄晓明组团操控长生制药等消息是谣言。 4.本次事件确实是由我理财不谨慎所导致,对此次事件给大家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现意,我一定从中吸取教训。 最后,我要特别说明一点,此事是因我将账户交由母亲达里而将他牵涉其中,由此给母亲带来困扰与担忧。 作为儿子,我愿意也必须承担一切舆论责任,再次对给大家带来的困扰表示由衷的歉意。 黄晓明,2018年8月15日